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 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1个是 中国和印度冰湖两重天,第2个是拜登坚持有关独裁者的言论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 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1号直播二的药文简报,第1个 美国白宫官员6月21号暗示,总统拜登不会收回 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言论 拜登是在6月20号在旧金山出席筹款活动时 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下令击落中国间谍气球 让习近平很生气,因为他不知道气球飞到那里 所以习近平不掌握实际情况,这对独裁者而言非常尴尬 白宫官员说 拜登坦诚地讨论了中国以及中美的分歧 所以大家不应该感到意外,拜登相信他的言论不会影响美中关系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6月21号在记者会上也说 拜登称习近平是独裁者不会抵消布林肯访华 取得的外交进展 帕特尔说 美中之间存在分歧不足为奇 美国政府相信外交手段的重要性 也会坦率地表达分歧 包括民主制度和威权主义的区别 那么拜登批评 批评习近平,我认为是故意的 从这一次的坚持来看 为什么?因为 布林肯访华有一样东西是显然没有得到的 就是 美国希望恢复中美之间的军事沟通,军事沟通渠道 那么中国方面是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话,实际上 美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6月21号做回应 语气很重 但是虽然语气很重啊,什么政治 把它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和间谍气球事件 让习近平吃了个哑巴亏有关 也可能中美之间有一些交易 所以中间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很显然 拜登总统在布林肯访华之后,态度明显强硬 态度明显强硬,跟他描述习近平是独裁者有关 也和 这件事情爆发发生之后 白宫对这件事情保持的 他的态度也是很强硬的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海军第7舰队 6月21号宣布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舰 叫 斯特拉顿号6月10号通过台湾海峡 那么这是布林肯结束访问之后第1次 美国军舰 通过台湾海峡 斯特拉顿号通过台湾海峡之后 解放军的山东号 6月21号也通过台湾海峡 所以你可以看 布林肯访华之后美国的态度是变得强硬 这是第1第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1号接受BBC采访时说 乌克兰的大反攻进展比预期要慢 泽连斯基说有些人把乌克兰大反攻看成是好莱坞电影 期待马上见到结果 事实上战争并不是电影 反攻攸关人命 泽连斯基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布满了地雷 乌克兰军队推进缓慢 他说乌克兰不会理会外界的压力 乌克兰军队将会以最好的方式 在战场上推进 杰连斯基的说法 话里有话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 都希望尽快的 结束这场战争 但是显然 显然乌克兰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个是欧盟,一个是北约 当然还有个飞机,飞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最近乌克兰 泽连斯基应该是蛮有挫败感 这个先是北约拒绝他 然后是欧盟还要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 然后F16呢也没那么容易得到 所以这里面 所以乌克兰军队反攻的速度没那么快 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应该对,是吧 好,普京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电视台发布战场的假消息 普京说,乌克兰军队6月4号发动反攻以来 在南部前线遭到重创 现在乌克兰的反攻已经陷入停滞 乌克兰军队正在重新整合,但是没有机会取胜 可是瓦格纳的头目普利格金批评普京隐瞒了战场的真相 误导民众 普利格金说 俄军缺乏武器弹药已经失去了很多乌克兰 乌克兰村庄的控制权 那么推特博主Alexson也发消息说 被俘的俄军官兵透露,俄军的后勤供应不足,指挥糟糕 大部分的俄军对战场前景不乐观,士气低落 另外一方面,欧盟执委会6月21号说 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七项条件当中 已经有两项已经达到,另外其他的也有进展 那么去年6月,欧盟给予乌克兰候选国的地位 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条件 乌克兰达到的两项条件是,第一个切断政治对媒体影响和司法改革 那么欧盟执委会预计今年10月 可以发布完整的评估,另外欧盟6月21号宣布对俄罗斯 实施第11轮制裁 那么这一轮制裁将会禁止 和战争有关的关键材料和物资 运到俄罗斯 这一轮的制裁 也会针对俄罗斯的官员 欧盟已经制裁了1000多名俄罗斯官员 那么冻结他们的财产 禁止他们进入欧洲国家 那么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基本上之前 虽然有成效 但是并不绵密 并不绵密 这是第2,第3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6月21号出席众议院听证会时说 美国的通货膨胀仍然高于2%的目标 所以可能要进一步的加息 美国5月份的通货膨胀是4% 同比下跌了0.9% 鲍威尔说美国的通胀率去年以来一直在下降 但是近期下跌的步伐减慢 通胀的压力持续上升 鲍威尔预期 美国的职位空缺将会下降 但是美国劳动力供应短缺的问题仍然突出 美联储上个星期决定暂停加息 但是所有的美联储的官员都预计 今年年底之前 还要加两次 那么美联储持续加息 那么对美国经济今年的影响不好说 应该会有影响 但是有一样东西肯定 就对人民币的压力 加大 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加大 第4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卫生部的官员指出 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三名研究人员 2019年11月 曾经患上不明疾病 症状和武汉肺炎一样 不过三人都没有死亡 这三名研究人员分别是 牛奔 于平和朱燕 他们都参加参与了冠状病毒的研究项目 美国卫生部官员认为牛奔值得关注 他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有密切的合作 牛奔的研究 侧重于修改冠状病毒 使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类 美国卫生部前高级官员凯雷克说 这三人进行的冠状病毒实验本应该在三级或者四级 安全实验室当中进行 但是他们是在二级实验 他们其实是在二级实验室当中进行 所以很有可能发生实验室泄漏 导致了他们感染了病毒 最后引发了武汉肺炎的爆 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 这是第四第五 广州日报报导说中国白酒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那么有高端白酒跌破了1000元,部分白酒还出现了倒挂的现象 就是批发零售价 出厂比 就是批发价 比出厂价还低 那么就出现倒挂,那也就是说 批发商会亏本 那比如说这个五粮液 五粮液52度的五粮液 出厂价是900 建议零售价是1500,1499就1500 但是在京东的旗舰店价格是1069 那么京东的另外一家店 只有919 还有些店卖900块钱以下 白酒分析师说 价格倒挂的原因是供需失衡,没人买 批发商为了回笼资金,地价抛货 从2016年到2021年,中国的白酒销量逐年下降 2016年开始下降 所以你可以看 其实中国经济的顶点 就是2016年 2016年的销量是 1305亿升 到了2021年下降到了703亿升 跌了小一半 那么股市白酒板块的价格接连走低,过去两天累计跌幅达到 3.44% 其中卢州老轿,五粮液,山西焚酒 两天内下跌超过5% 第6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 意大利的海军巡防舰叫 莫洛西尼号 6月21号 停靠在 日本自卫队 横须赫基地 这是意大利海军第1次停靠在横须赫 意大利越来越多的参与印太事务,和盟友一起 抵制中国的影响力 日本自卫队忠孝在欢迎仪式上说 日本和意大利将团结一致 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莫洛西尼号 计划在横须赫 停留6天 6月27号前往韩国釜山 今年4月,法国军舰木月号 也停靠在横须赫 德国国防部长3月19号访问了位于横须赫的 美国第7舰队 你看看欧洲国家都开始来了 第7,韩列社报道说 韩国海洋水产部副部长宋向根 6月2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色 就是金字旁一个颜色的色 色浓度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没有明显的上升 核事故会造成大量的放射性色泄漏 它会威胁环境和人类健康 韩国国会6月22号提出 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色浓度 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 上升了两倍以上 那么面对这个说法,宋向根解释说 根据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发行的 海洋辐射调查报告 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色浓度 在0.002贝克 贝克的水平 这个数值还不到世卫组织规定的饮用水标准 也就是每公斤10贝克 那么因此 宋向根说 韩国的海水很安全 第8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6月21号在华盛顿州 联邦法院起诉亚马逊 指亚马逊诱使用户每年花139美元购买prime会员服务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指出 亚马逊故意把取消会员设置的很困难 很难找到取消的办法 使得知道怎么取消也要经过很多步骤 美国联邦委员会说 亚马逊的策略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 截止3月份有1.67亿人是亚马逊prime的会员 和去年差不多 除了亚马逊其实有很多的公司,他们都设置了这种 做法 其中包括迪斯尼Plus Netflix 还有就是HBO 他们取消会员的时候都非常的麻烦 所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应该全部一起告 第9 新华社报道说,中共总理李强6月21号抵达巴黎 开始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陪同,李强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总理博尔内 参议长拉尔歇 出席中法工商界晚餐 并且参观法国企业 李强还会出席 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并且发表讲话 第10 卫报报道说,国际人权组织叫人权衡量倡议 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 中国是全球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 报告指出 中国在食物权 健康权 居住权等经济指标上表现OK 但是在任意逮捕 酷刑 虐待 强迫失踪和处决 法外处决 等方面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此外在意见表达,政府参与 和宗教信仰等方面 中国的表现尤为特别的差 11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 上海浦东法院6月21号 审理意见人士纪孝龙所谓的 寻衅滋事案 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季孝龙去年夏天 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发出实名请愿书 批评上海封城导致人道灾难 要求李强下台 承担重大 重大事故责任 季孝龙随后被拘捕 控方把季孝龙的一条推文作为证据 罪证 指季孝龙公然侮辱国家领导人 季孝龙说没有发布过那条推特 季孝龙今年46岁 2018年他在网上呼吁大家在公共厕所的门上 书写反政府的标语 他因此被控寻衅滋事 判处语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12 美联社报道说 美国农业部6月21号批准了两家公司 销售实验室培育的肉类 叫做栽培肉 这两家公司名字叫,一个叫Good Meat 一个叫Upside 这是美国第1次批准销售栽培肉 栽培肉使用的是细胞来自活体动物 受精卵或者是特殊的 储存细胞库 然后在钢瓶中培养 然后做成鸡排或者是香肠的形状 栽培肉每磅高达20美元 很奇怪,这么贵,怎么卖 13 新华社报道说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 一家烧烤店6月21号发生爆炸 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 推特上的视频显示 烧烤店是一栋两层楼高的建筑物 浓烟从一楼不断的冒出 附近的商铺的玻璃也被震碎 目击者说 烧烤店晚上8点发生爆炸 先爆炸的是一楼的煤气瓶 一楼陷入火海 大火又造成二楼的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 爆炸炸毁了整个楼梯,二楼的人无法逃生 器皿伤者送到附近医院抢救 其中一人有生命危险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中国和印度冰火两重天,我们来先讲讲中国,今天有四条 和中国有关的新闻,我们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 先说欧盟,中国欧盟商会6月21号 发布2023年在华商业信心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 欧洲企业对中国的商业信心 跌到了历史最低点 调查是在今年2月到3月之间进行的 收到了570位欧盟商会的会员公司 主管的回复 占总会员人数的会员数量的46% 将近一半 那么这些主管有80%在中国生活了超过10年 那么调查显示 有64%的会员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非常艰难 有41%的企业去年营收是增长 30%下跌 有55%的 欧洲企业 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持乐观的看法 有9%对中国经济前景悲观 有53%的企业说他们今年不会增加投资 有20%的企业准备 投资 迁往其他的国家 准备把他们的投资迁往其他的国家 有37%的 企业 欧洲的企业 他们准备把 未来把这个他们亚洲总部 移出中国 有10%的欧洲企业 已经或者打算 把他的亚洲总部移出中国 那么欧洲商会的会长燕慈在发布会上说 对于多数公司而言中国已经跌出了欧洲 欧洲商业投资的三大投资目的地 所以呢他 情况 看最近的情况就更糟糕 有53%的企业 今年不打算增加投资 所以燕慈呼吁中国政府 正视欧洲企业不再热衷投资中国的发展 这对政府是个警讯 那么必须努力挽留外商或者是外商 和外商进行治理对话 他还是希望这个 中国政府改 那么现在在中国欧洲 大概在欧洲的外商有6万人 比以前少了很多 那么法国世界报说这种趋势不会马上改变 那么基本上 5年之内 这个中国的管理环境不会改善 大体上是这样 这是第1个 就是 欧洲的企业 大部分对中国的前景还是有 正面的看法 但是有 超过30%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这是 欧洲企业对中国的 信心的最低点 这是第1个 就是欧洲企业 第2个是贝莱德集团 贝莱德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那么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叫芬克 芬克已经干了好多年了 芬克说已经把资金 从中国股市抽出来 贝莱德集团 转投日本股市 原因不仅仅是中国经济 短期之内放缓 而是中国经济存在中长期放缓的问题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经济不是短期之内出现了一个 放缓的增长放缓的问题 而是中长期都会放缓的问题 那么贝莱德集团管理的9万亿 9万亿美元的资产 非常庞大 有祖传基金有养老基金有这个 各种富裕阶层的多样化的客户服务 所以他们做很多投资 又包括股票国债 公司债等等 那么4月份以来 海外投资者净买入的趋势持续 所以日本股市上升到了 33年来的高点 芬克说 由于投资者重估对中国的投资 所以日本股市可能成为赢家 另外一方面 由于对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 那么现在说 这是芬克说的 现在说中国股市反弹有多大 为时尚早 所以呢 贝莱德对日本股市的投资评级是 低配 就是 underweight 就是较少资金配置的意思 那么另外 这个巴菲特,股神巴菲特 6月19号宣布征辞三家公司,五家公司,五大商社 三菱 三井 伊藤中,总共是五大商社的股票 那么其中 对四家商社持股超过8% 所以在动手 动手很快 巴菲特动手很快 而且出手很大 巴菲特今年4月份曾经说过 他正在争持这个日本商社股票 那么然后这个他讲完之后 日本股市就开始涨 那么随着这次的争持,投资者对股价 持续走高的期望也越来越强烈 这是贝莱德 还有台湾 台湾中华征信所 6月20号 发布最新的报告 他根据什么呢,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的数据 今年前四个月 台湾对外投资创新高 但是台湾的台商 投资中国大陆跌到了冰点 那么1到4月份 台商对中国大陆投资金额是9.04亿 高于 2021年同期的8.1亿美元 创下2003年以来的同期的次底 21年更低,21年只有8亿多 另外4月份 单月 台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金额跌到了1.46亿 2亿都不到 那么预计今年全年台湾 台资企业对中国大陆投资可能跌破40亿美元 那么03年以来台湾对中国大陆投资有5次 单月跌到了2亿美元以下 2亿美元以下 那么中华征信所表示台湾对中国大陆投资 由热转冷 最可以追溯到2015年 所以2015 2016其实是个关键的年份 当时蔡英文还没有上台 当年台湾对外投资达到109亿 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也是109亿 之后台湾对外投资就开始超过中国大陆 直到现在连续9年 对外投资超过对中国大陆投资 那么要知道 2010年 台湾对外投资金额 相当于对大陆投资的19.3% 也就是说20%不到 就是台湾对外投资 相当于对大陆投资的20% 结果到了2022年 台湾对外投资是对中国投资的1.97倍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资金开始往其他地方流 台商对外投资 要么是美国 要么叫新南向国家 新南向国家有哪些呢?有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 新南向国家 而且这个投资印度的趋势也正在崛起 那么尽管 中国仍然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地区 那么今年前五个月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比中已经下跌到多少 35.2 创04年以来的新低 反映台湾的产业 开始平衡全球投资 分散出口市场 这个趋势不可逆 这是台湾,第3个是台湾 第4我们讲讲中资企业 这是彭博社报道 他说随着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那么一些中国的品牌开始采取措施 干嘛呢?跟中国保持距离 他们在中国境外设新的工厂 设新的总部 那么他的产品 服务美国,服务其他的外国市场 而且强调与外国的联系 而且你在他网站上 找不到中国这俩字 其中有个例子是谁呢?Shane Shane是服装品牌 Shane在过去几年发展得非常的快 基本上我们叫他时尚黑马 Shane把他的总部 签到了新加坡 然后逐渐的切断和中国的联系 那么今年的6月16号 他注销了 原来在南京的公司 然后呢Shane在爱尔兰,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设立了业务 那么他可能今年会上市IPO 他已经聘请了公关公司 在华盛顿游说 强调他在美国扩张的计划 当然 Shane 仍然无法摆脱外界对他 和中国关系的关注 所以他成为美国两党议员的目标 那么政界人士批评 采用了所谓的 叫强迫劳动生产的面料做服装 成为中共的工具 其中谁呢?其中卢比奥 卢比奥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参议员 卢比奥6月份 给其他议员写信说 任何人 都不应该被Shane掩盖他踪迹的努力所愚弄 这是Shane 另外一个是TikTok TikTok现在是在新加坡和 洛杉矶 设了一个双总部 然后他开始投资美国的业务 基本上他就 他说 TikTok会把美国用户的数据 和他母公司字节跳动 隔开 不过呢,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TikTok并没有做到他说的那样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拼多多 拼多多在美国开设的业务叫Tamu Tamu的总部在波士顿 拼多多自己把他自己的总部 从我印象中在广州 迁到了爱尔兰 这是拼多多 然后还有一个谁呢,还有一个就是 金科能源 金科能源是做什么呢,做太阳能组建 他生产了全球10%的太阳能组建,所以他是一个巨无霸 他在中国以外设立了整个的供应链 为美国制造产品 这是一个,这是金科能源 还有一个就是红杉资本 红杉资本是上星期宣布 把公司一分为三 一个是红杉 红杉总部 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 那主要是把中国分拆出来 那么中国就叫红杉,就韩语拼音的红杉 那么红杉总部仍然保留红杉的名字 那么这是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 现在很多的中国企业 开始要么把厂子搬到越南,要么把厂子搬到柬埔寨等等 他想办法 讲办法保持跟中国的距离 避免因为和中国的关系受到市场的限制 基本上是这样 这是第4条 第4条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国企业 开始跟中国 保持距离 那第5条是讲印度的 这还是彭博社的报道 印度开始成为西方投资者的投资热土 他和中国的情况正相反 那彭博社报道说印度总理莫迪在美国之行 恰逢其时 他向美国的企业高管 和投资者 推荐他们印度 一个是经济很活跃啦 股票指数历史高位啦 然后他这个 国内的消费市场也快速增长啦 这些情况看上去很像当年的中国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 当时令印度 印度就被忽略掉 所以中国经济在起飞的过程当中 其实印度 印度错过了一些机会 那么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交恶 中国加一 甚至中国加N 成为很多跨国公司的一个策略 那么中国加N 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印度就获得更多的关注 那么从今年3月份以来 就是第2季度 印度股市已经吸收了87亿美元的外国资金 那么成为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 近4年来 那么海外基金持续买入卢比 卢比印度的货币 卢比计价的债券 那么本币今年的利差回报率 亚洲排名第2 第1是谁 第1不知道 莫迪访问美国带来了更多的投资 报道说 莫迪在纽约见了马斯克 然后建完之后呢马斯克说特斯拉准备在印度建一张 建超级工厂 特斯拉还说 他准备把新链服务带到印度 那么莫迪还邀请这个谁呢达里奥 达里奥是桥水公司的老板 他希望达里奥扩大在印度的投资 那么另外就是通用电器 这次会 会和印度的 航空公司签约 为印度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 然后呢花旗极端的经济学家在投资桌面中说 投资者相信印度正在经历金丝雀阶段 经济学当中有一个 金丝雀这个名称 来描述特定的经济环境 什么特定的经济环境呢 又不过热又不过冷恰到好处 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但又不引发通货膨胀 这个 这个很难这个 那么外国资金的涌入加上散户的投资热潮 印度的基准 基准这个NSE NFT50指数 这是印度的股票指数 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那么本季度涨了将近9%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 印度有一点和中国有点像什么东西呢国内市场 印度也14亿人 但是印度的基础设施就相当烂 有多烂呢跟中国当年一样烂 这是一个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重启不断的遭到挫败 印度的吸引力就不断的上升 花旗的经济学家说 尽管估值很高 但投资者仍然愿意坚守他们的长头寸 但没有看出这些投资组合 会逆转 那么瑞银全球理财管理公司和法国新业银行的策略师 本周都提高了 提升提高了他们对印度的看法 扎打的策略是在投资说明中说 今年年初到现在市场已经吸收了 通胀放缓的消息 以及对印度政策利率见顶的预期 所以呢他们维持 前景积极的评估 那基本上 道明证券新兴市场战略主管 叫科特查 科特查说 印度有利 印度具有有利的增长前景 一个是年轻人口多 那么还有就是中国加一的 这个战略趋势之下 有助于吸收整体投资 科特查说 他认为今年下半年外国购买债券的趋势将会持续下 债券是哪个债券,印度的债券 大体上新闻就是这样 就是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提出有岸外包的时候 印度进入了很多 跨国公司的视野 为什么 因为印度一方面可以成为有岸外包的承接方 另外一方面 印度14亿人口带来的国内市场 会成为 只有他能够跟中国相提并论 所以 这件事情不断的在上演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就是印度必须在政治上 加入美国阵营 这就是拜登总统 邀请莫迪访美的原因 那么这一点和当初 拜登总统邀请 日本首相菅义伟 韩国总统以希悦 访问美国是一样的 美国邀请日本韩国 加入美国的阵营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美国为这两个国家日本跟韩国提供安全保障 所以呢6月22号就明天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白宫接待莫迪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些重要的改变正在发生 这些改变会 直接影响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饭碗 为什么 因为印度 正在成为美国的新伙伴 而美国 从来不亏待 支持他 成为他伙伴的国家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说 印度两国之间 冰火两重天的原因 所以呢 习近平把中国人的生计 扔到了冰水里 然后要大家准备迎接惊涛骇浪 这就是中国未来要面对的局面 大家还记不记得 1978年的12月16号 中美发表建交公报 一个月之后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 访问美国九天 当时的社科院的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的所长 李慎之 李慎之陪邓小平出访 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 为什么要这么重视跟美国的关系 邓小平回答了一句话,这句话有很多版本 但基本上意思其实是一样 邓小平说 回头看看这几十年 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 都富了 习近平 狂妄地认为 东升西降 结果把美国人给惹翻了 现在 美国人不带中国玩了 美国人现在和印度人玩 那中国还能像以前那样富起来吗 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来说说你们的观点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观点 拜登的发言代表着美国政府如今的中国政策 既保持沟通 与坚决遏制的结合 美国以事前呼吁沟通 事后直接抨击的方式 回应了中国令人费解的外交无理 向国际表明 向国际明确表示了 自己是这一轮外交博弈的胜利者,同时中国没有再次选择宣桌子 也展示了美国对中国的巨大优势 观点 军权专制是一个 只是一个看起来的现象 而实际上皇帝虽然可以任命任何一个官员 但是官员的任命模式都是官僚系统 和军权在勾兑 全国1335个县 习近平可以任意的罢免 但是这1000多人不可能全是习近平一个个挑出来的 看似一人独裁 实在还是需要依靠官僚系统 这当然这是必须的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 叫高级黑低级红的问题 高级黑低级红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对一人体制的反动 一人体制的反动 就是 高级黑低级红 观点 习就是个小丑 明面上掰不过美国 就用红地毯作为这种暗戳戳的小动作 寻求自己内心的一点平衡 但对于实质两国之间的事务 处理的毫无注意 说得很对 其实就是这样 观点 从国内媒体冷处理拜登的言论来看 这回他真的是打到了中共的七寸 除了外交部例行的反驳之外 都在压制这件事情 独裁者这个词杀伤力太大 全中国都知道他是独裁者 只是不让说 只要这个词一出 无论是谁说 说的是谁 都会马上想到 习近平 内宣效果至少下降三成 国际舆论也有了定性 中共这次是面子丢了 面子里子全丢了 观点 拜登之所以敢说习近平 原因是 原因应该是对布林肯访华 受到轻蔑的反击 还有 乌克兰战争会以普京失败而结束 习近平因素在战争中已经不再重要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拜登已经摸清了习近平的底牌 那就是不敢攻打台湾 反击呢 我就不觉得 我不觉得拜登会用这个动作来反击 因为 因为他不值得 因为你想一下 中国安排一个这样的座位的方式 被全世界的媒体都来写 都来写 这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虽然布林肯没那么爽 有点不高兴 会不高兴 但是你想一下 就这件事情 媒体写了多少篇稿 中国付出的代价 显然比习近平心理上的满足感 那要强100倍 你说大100倍 所以 我不大觉得拜登还是会 会 会进行一种反击 我不觉得 我觉得拜登说这个话 话里有话 也就是说 至少反映了 中国和习近平这两个 核心的这个 标的的一个重要性的下降 我认为是这样 观点 称习独裁者太低级了 要叫圣上 什么鬼 圣上 你去叫吧 我是不叫 你叫圣上吗 他自己都没敢叫他自己圣上 你叫他圣上 你是谁 奴才吗 奴才你以为你当得上 当不上呢 观点 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当中 日本跟印度的对照 是最为中共乐道的 他们被视为一个陷入长期停滞 和人口老龄化 一个混乱繁杂 与改革开放的中国不能相比 可如今 日本在良好的社会保障和国际环境条件下 迎来了二次繁荣 印度的种种问题也无法掩盖其崛起的势头 反而是中国陷入了类日本的经济衰退 和日本全然不存在的社会失序当中 而且丧失了印度人口条件 和经济活力 这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焦虑感 看不到美好未来成为很多人的潜意识 潜意识的共识 提问 印度能以制药厂 在设置要求免除药品智慧产权 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请问王老师 中国为什么不这么做 中国不这么做的原因是他要挣钱 这么做的做法 想办法把药的价格降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把药的价格降下来 他就能得到选票 中国根本不需要选票 中共不需要选票 所以他根本不把药的价格降下来 他把药的价格提高 干嘛 中间他能挣钱 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 你看很多事情在全世界都会发生 在中国不会发生 原因是什么 专制独裁 专制独裁把中国人民当韭菜哥 这和全世界很多情况是不一样的 请问王老师 未来亚洲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升级 中国大陆政策不明朗 日本是否有机会 重回亚洲经济领头羊 东京是否会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谢谢 日本 显然过去20年 日本不是 谁是 中国是 中国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 日本已经跌到第几了 第3第4 我不记得了 但是日本距离中国差多少 差三倍吧 我印象中 日本跟中国差三倍 日本会不会重新成为领头羊 那看日本升多少 中国跌多少 如果日本升 日本 我认为不可能在5年之内 做到你说的这件事情 5年之内做不到 除非中国在暴跌 中国暴跌 暴跌的可能性我也看不到 硬着陆 我觉得中国经济 会是介乎硬着陆跟软着陆之间 之间的这种状况 不好说 不大容易界定 观点 现在西方投资印度来抑制中国 就像当年 西方投资中国来抑制苏联 真是30年河东 30年河西 风水龙流转 观点 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是实话 中国政府一直以习近平思想为核心 又说定于一尊 当然是独裁 无误 但后来白宫表示 不会收回这些观点 有点报复布林肯在中国被 中共耍小动作不满的感觉 不收回 我觉得就是表示强硬 因为是这样 第一个 拜登是不是在一个 他是在一个筹款晚会上讲的这番话 理论上来说 他不算一个公开场合 他是一个私人场合 但是这件事情被记者写出来 报道出来 那么对于白宫来说 理论上 他应该帮拜登 抹一下 抹平一下 但是你看现在的情况是根本不抹 为什么 他说他没有说错 没有说错意味着什么 非常强硬 非常强硬 就我很少看见 至少我没有见过拜登政府这么强硬国 对中国 讲的是对中国 观点 如果二三十年后 印度的GDP 注定可以到至少第三级的等级的话 又有什么好级的呢 我之前也常问 中共你到底在级什么 中共很爱在硬体上着级 但在内在的软体上又很爱拖 比如说教育 福利走向 国企改革等等 提问 王老师你好 请问港币在什么情况下和人民币 对1比1 人民币跟港币什么情况下会1比1 不知道 那就是 港元要升起来 人民币要跌下去 才有可能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这两个不同的货币问题 为什么要用1比1作为一个衡量标准 理解吗 没有必要 没有意义 现在我印象中是1.2吧 1.2比1吧 也就是说 要么呢 就是港元升值 要么那就人民币贬值 你就在这种情况下 才会变成1比1 对吧 情况 坐标深圳 我是新闻系应届毕业生 目前工作是在大陆上 大街上扫地 一天12个小时单休 毕业继失业 根本没有匹配的工作 连网吧 网吧网管 保安都不要我 认为我学历太高 干不久 关内关外都这样 已经近乎绝望 我难道真的要差到连保安都不配当吗 这不是保安你配不配当的问题 这是 他选不选择安排这样的人担任这个岗位的问题 这跟你差不差没有关系 跟他的招聘有关系 所以你不必受到 受到打击 因为 明显的是一个这样的道理 不是因为你能力的问题 跟你是谁没有关系 他只是认为 他不应该 安排一个本科毕业生当保安 因为这种人会干不久 这是一个 这是他们通常会考虑的因素 情况 我做珠宝 印度人很会做生意 以前中国人买得多 印度人说中国是最有希望的市场 没有之一 现在他们都不太理中国客户了 提问 王老师你好 能谈谈教育问题吗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 我的学生时常局限于自己的狭隘 偏见 而不自知 还以此反对嘲讽新的思想 文化 知识 你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这不仅仅是你的学生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是说 很多人 他并不知道他自己狭隘 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偏见 你看推特上面 推特上面大把这种情况 怎么办 没有别的办法 不断的去 不断的跟外界接触 不断在接触过程当中 不断的吸收新的 新的意见 新的看法 耳濡目染 慢慢的形成 接纳这些新的想法 新的思维 这个没有什么绝招 也没有什么密集 就是要时间 花时间 花精力 慢慢的进行转变 没有什么绝招 你能做的也不太多 提问 请问王老师 美国关于COVID源头 调查的脱密 期限是18号 目前已经过了几天 请问拜登政府拖延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拜登政府拖延了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什么 脱密是什么 是解密吗 你说的是解密吗 18号 期限是18号 我不知道 不了解 观点 现在国内的外交连基本的体面都不顾了 细思极恐 是这样 战狼外交就不讲体面 战狼外交讲什么体面 都是狼嘛 狼就是畜生嘛 对吗 要什么体面 观点 这30年 两三代人消耗至少未来五代人的本 而又没有为下一代提供持续的本 简单来说就是极度自私 本是什么 你说的本是啥 老本吗 本金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提问 公司总经理通过发脾气 PUA下属和员工来推行自己的管理 导致下属对 不利细节真实情况 不敢反馈 被动执行 出了问题 总经理会怪下属执行不利 请问对于公司层次来说 怎么是好的管理和坏的管理 我们老总的管理模式 如果对效益有好处 值得推行吗 再就是作为员工应该怎么调整 应对 发脾气 老总发脾气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不仅仅是老总 任何人发脾气都不是好事 为什么 发脾气等于是情绪的宣泄 你的情绪宣泄不能够带来管理上的效益 那只能发泄情绪 那实际上管理是必须非常的理智 要讲逻辑的 所有的管理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就是逻辑的基础上 发脾气 不会讲逻辑 发脾气跟逻辑是对立的 所以发脾气从管理的角度来说 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好事 这是第1个 PUI下属或者员工来推行自己的管理 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管理缺乏逻辑 缺乏 认受性 管理很多时候你需要说服对方 说服对方认为你的这种指令是有道理的 但你用PUI的方式来推行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指令 说明你的管理没那么有说服力 那你只好用发脾气的方式来推行 理论上来说 每一个管理动作 都应该有非常强大的逻辑道理 逻辑上的道理 我们经常讲开会的目的是什么 公司要经常开会 开会的目的是什么 开会的目的其实是告诉大家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说服大家 只有员工被说服了 他才会把一个管理指令 变成他的自为的行动 因为他已经接受了 接受了你的道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大家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干净 这是个要求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你要讲一个理由 我认为这个理由是成立的 你把这理由讲给大家 大家一听有道理 那就我就要听 有道理那就要扶从 所以 我们经常讲在管理学的角度来说 说服你的员工 比 命令你的员工 会让你的指令 会让你的管理更有效率 更可能变成员工的内在的 自为的行动 只有员工进行自为的行动 他的行动的本身是能动性的 他的效率也是更高的 品质也是更高 所以 这员工怎么调整应对 我不知道你该怎么讲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面对POA 每个人的反应是 不同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员工尽量的去 当然 不管 其实从员工的角度来说 不管你的上司用什么样的态度 对待你 理论上你要想办法 第一个 想办法搞清楚 这个指令是什么 然后你要理解 指令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第3个你要知道 这个指令 对公司有多大的影响 它的价值在哪里 然后对你来说 对一个员工来说 尽量的去完整 完整有效的执行这个指令 比啥都强 那调试没什么好调试的 就是你 按照我说的这个 去执行 而且 如果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一定要问 问清楚 搞清楚 搞明白为止 观点 上一个被称为独裁者的中国领导人是江泽民 江泽民 习近平比江泽民更符合这个称号 所有的中共总书记 都是独裁者 没有一个例外 那说这个 胡耀邦 胡耀邦赵紫阳算不算 都算 当然作为一个独裁者 背后还有一个太上皇 就是邓小平 所以独裁者 理论上来说呢 独裁者应该是谁 邓小平 在胡锦涛时代 在这个胡耀邦时代 赵紫阳时代 那个时候的独裁者应该是谁 应该是 邓小平 提问 一位朋友是国企高管 被限制了办理护照 聊天时 他在振振有词的说 我是高管 肯定会被限制 话里带着一丝骄傲 请问王老师 外国会对国企高管或者政府高官限制出境吗 中国的事情不是全世界的标准 中国的事情 是奇葩 基本上就是奇葩 所以 大家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你看到的中国 基本上是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 和人类社会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企业高管会被限制出境这种事情 这是起码 出境是什么 出境是自由 出境是自由 被限制自由是什么 侵犯人权 观点 中国经济不但会持续恶化 还会在未来不断的暴雷 频繁和持续下行 唯有计划经济的步伐愈演愈烈 才能维持中共政权的稳定 不对 计划经济不能维持中共的稳定 为什么 计划经济你推动的话 意味着经济会越来越差 越推动越差 鸣谢 飘在新西兰的韩富贵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